历代至上第二十六章 守门的人的班次如下 可拉家族、亚萨的子孙中 有可丽的儿子米施利米亚 米施利米亚有几个儿子 长子是萨加利亚 次子是爷迭 三子是西巴蒂亚 四子是爷提念 五子是乙兰 六子是约哈南 七子是以利约乃 俄别以东有几个儿子 长子是士玛雅 次子是约萨拔 三子是约雅 四子是沙甲 五子是拿坦叶 六子是雅米利 七子是以萨加 八子是皮乌利太 神实在赐福给俄别以东 他的儿子士玛雅也生了几个儿子 都是管制他们的家族的 因为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士 士玛雅的儿子是俄德尼 利法义 俄贝德和以利萨巴 以利萨巴的兄弟 以利护和西玛加都是勇士 这些人都是俄别以东的子孙 他们和他们的儿子 兄弟都是有能力办事的人 俄别以东的子孙 共有六十二人 米斯利米亚有儿子和兄弟 都是勇士 共十八人 米拉利的子孙 和萨有几个儿子 长子是申利 申利原不是长子 是他父亲立他做长子的 次子是希勒家 三子是底巴利亚 四子是萨加利亚 和萨所有的儿子和兄弟 共十三人 以上这些都是守门人的班次 无论是首领或是他们的亲族 都在耶和华的店里按班供职 他们无论大小 都按着他们的家族抽签 看守各门 抽出守东门的签的是 士利米亚 他的儿子萨加利亚 是个聪明的谋士 他们为他抽出了守北面的签 俄别以东守南门 他的儿子守库房 书聘和和萨守西门 以及在斜路上的沙利基门 守卫的人相对而立 守东门的有六个立位人 守北门的每日有四人 守南门的每日有四人 守库房的两人一组 在西面的前廊 有四人在大路上 在前廊那里有两个人 以上这些人是可拉子孙和 米拉利子孙守门的人的班次 他们其他的立位亲族 就管理神殿里的库房 和圣物的库房 格顺家族拉旦的子孙中做首领的 有格顺家族拉旦的子孙 耶西伊利 耶西伊利的儿子西坦和他的兄弟 约尔掌管耶和华殿里的库房 至于岸兰家族 以斯哈家族 西伯伦家族和乌靴家族也各有职守 摩西的孙子 格顺的儿子西布叶 做库房的总管 西布叶的兄弟是以利以谢 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 利哈比亚的儿子是耶山亚 耶山亚的儿子是约兰 约兰的儿子是西基利 西基利的儿子是士罗密 这士罗密和他的兄弟 掌管库房里的一切圣物 就是大魏王 众家族首领 千夫长 百夫长和军长所献的圣物 他们把在战场上掠夺的财物献上 用作修建耶和华的殿 撒姆尔先见 基士的儿子扫罗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席鲁亚的儿子约亚 所分别为圣的一切 以及一切分别为圣的物 都归士罗密和他的众兄弟掌管 以斯哈家族有基拿尼亚和他的众子 在圣殿外做官长和审判官 治理以色列人 西伯伦家族有哈沙比亚和他的亲族共一千七百人 都是勇士 主管约旦和西 以色列帝 耶和华的一切指示和王的任务 西伯伦家族中有座首领的耶利亚 是按着他们家族的族谱 做西伯伦家族的首领的 大卫在位第四十年 经过调查 在激烈的雅谢 从这家族中找到英勇的战士 耶利亚的亲族 有二千七百人都是勇士 各家族的首领 大卫王派他们管理刘本之派 迦德之派和马拿西半个之派 一切有关神和王的事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